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年友 最近香港的第五波疫情很严重 很多人都很焦虑、恐慌、人心惶惶 有人就问我 我说 师父 香港为什么变成这样 如果要问原因 万事不离因果 瘟疫是众生的共业所感 佛经说 三界无安 猶如火车 众苦充满 甚可暴慰 这个世界就好像一间着火的屋一样 我们身处其中 必然会受到火车的焚烧 受到这个共业的影响 面对当前的疫情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 我们首先要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也都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今次的疫情 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有的众生 其实都是一体的 我们要齐心抗疫 共度时间 从长远来说 要治本 就必须要发扬佛教的 慈悲精神 和众生和谐相处 指恶 向善 离己 离人 和这个大自然 也都要和谐共存 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中 消业最快 最有效的 莫过于念佛 因为阿弥陀佛 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念佛一生 能够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序 念佛 有今生的利益 更有来世的大力 佛经说 光明欠照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涉取不舍 意思是说 只要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 尊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万德雄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 就会日夜不停地照着他 保护他 不会离开他 令到他 业障消除 愚难情长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最后 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离世 阿弥陀佛 都保证他 往生极乐淨土 作为念佛人 有阿弥陀佛的涉护 又有极乐可归 我们的内心 自然就平静 长和 自然就不会担心 一切恐惧 为作大安 最后 终顿祝愿大家信佛念佛 身心慷太 今生幸福 来世极乐 那我 阿弥陀佛 来世极乐 程度中 日山北京 看天 已是天悲明红 任翅膀建造秘荷 为众生愿实必行 众生要多青年 多美多佛 愿在你身边 大佳年平发 一亲缘 刺身中烟后发 莫娼 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